在西班牙怎么租房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 我将教大家如何去搜索 萨拉曼卡 玛德里还有法兰西亚的房源 今天主要教大家的是方法 所以说如果你想去其他城市的话 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那今天我们搜索房源的网站是 eberlisa 好我们点进去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它有很多语言 随便你选 如果大家觉得合适的话 也可以用英文 我在这里呢 是用西文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首先呢 如果你是租房的话 那我们大家一般的情况是 租一间房间对吧 和别人共住 那我们应该选这个gombardi 它是分享的意思 gombardi gombra它是购买的意思 你要买房的话 可以用这个选择 agilet它是租 但是它这里是租整个公寓 你就点这个 现在我们来选你要去的城市 我们第一个来看那个萨拉曼卡 这个城市 Buscar 这个网站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里 马上就把这个城市的地图 就展现在你眼前 所以呢 你要找 你想在哪个区找房源 那我们看看这个区 它的房源数量吧 首先第一 这个显然是市中心 它有三百 将近四百个房源 其他的呢 你看这个就很少 那其实我们一般的话 萨曼卡大学 还有很多语言学校 都是在这个市中心 我们点进去 OK 所以它又出来更小的地图 然后就是帮你确切找到你要租房的位置 首先这是市中心 它有三百九十个 你看其他的 基本上是没有房源的 因为萨曼卡这个城市 它所有的商业活动 包括教育学校 都集中在这个市中心 其他的都是一些偏远的 一些田园呢 一些别墅区 所以它基本上不提供这种 松坊的这种服务的 好 我们就点这个市中心 点进去 你看它系到你在哪条街上 草庞院 OK 那我们看到 首先看到这个 Platan Mayor Platan Mayor 就是市中心 就是那个萨曼卡的 五月广场 所以呢 学校大概是在这一块 那其实 你如果住在这里的话 走到学校去的话 也很近 大概半小时之内 所以你 其实你在这周边 找房子都没有问题的 走到学校去都非常近 但这一块呢 有一百 一百二十九个房源 你在这边 走过去的话 稍微远一点点 但是其实都不远 因为这个城市很小 和中国的城市 真的没得比 真是太小了 从逻辑上来讲呢 越是市中心 它的那个房价 是越贵的 对吧 那我们首先 看这边的房价吧 举个例子 我们就从这里 找一个房价 看一下 OK 首先列出来的 应该是 刚刚上传的 一个房源信息 那是一百六十七 一个月 首先我们先 看到这边吧 左边这个区域 有很多可以筛选的 一些条件 首先是 你看 他在这里 你是找房间呢 还是找整套的公寓 还是找一间办公室 还是商业区 车库 等等 他都有选 你可以选择 价格 最少是多少 最高是多少 在这里呢 我们 可是我们选两百块钱吧 选两百块钱 就是你是男的 还是女的 因为有些 租赁主呢 他是 只收女生的 但是一般的话 都是男女混合 或者呢 只收女生 因为女生 稍微爱赶紧一点嘛 有这种房主 他有这种要求 就是你抽烟嘛 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 是可抽烟的 就是整套公寓 它是可抽烟的 那这套公寓里面 住的人呢 都是不能抽烟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 那我们一般的话 是选择 Prohibido 对吧 我们一般是不抽烟的 Mascotas 宠物一般是没有的 一般的话 房子 它是不允许宠物进去的 不过这个 你都不用填了 这个我们 进到房源里面 具体的再看信息就好了 我们就先 以这个房源为例吧 首先大家不需要点进去 我们先看一下 整个房子 它 怎么样 图片 你也不需要点进去 这个图片点击这个 有个往左边的图片就好了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看这个房子 我看到它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这个客厅可能窗户很小 或者没有窗户 所以呢 它的自然光线不太够 即使开了灯 它的自然光线也不太够 还有电视很小 反正这也不是很大的 那个缺陷了 大家继续往后看 那可能这是你要租的一个房间 写字牌 一个床铺 书架 很简单 这是另外一个房 就是单人床 很小的一个床 然后这是客厅的另外一条 你看 它这个有个很大的窗户 可以把它打开 阳光就进来 这是刚才的客厅 对吧 然后这个呢 这个厨房就太小了 这个厨房有点小 进去的话顶多两个人 可以同时一起煮饭 那这里有个小桌子 可以坐着吃饭 怎么说呢 这个卫生间 我觉得挺小的 因为人照相的话 在这个位置 它连那个卫生间里面的东西都照不全的话 实际上还是有点拥挤的了 不过呢 我早说了 就是说这个价格决定你的房源质量 对吧 然后这是客厅的一个饭桌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吃饭 聊聊天 这是其他的一个卫室吧 这个房子大概就是桌子 你看这是 还有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那个 就是中央供暖界 待会我会跟大家详细讲 因为在他这个房间的说明明会里面会标明的 这是卧室的全景 就是在这个墨西哥街 它的10号 这个房间 这个公寓就在这个地址 然后这是这个区域的名字 200块钱一个月 这个整套公寓呢 有四个habitación 四个房间 然后呢 它是混住的男女共住 你看这个地方 quattro chicos o chicas 然后不能抽烟 好 这个地方呢 是那个房主的电话 你要租的话 就打电话给他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与他联系 就是通过email OK 这个地方进来 我们现在看到下面的信息 这个地方呢 它是房主的 需要说明的一些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房源信息的话 如果你实在看不通西班牙语的话 你点英文 英文对应的翻译就出来了 这是由Google翻译的 就是有可能翻译的不太准 OK 我们首先来看到西班牙语吧 这就是告诉你 在这个街 它出租 它出租 就是新装修的几间房间 然后这个公寓呢 它有四个这个房间 两个卫生间 两个卫生间呢 它都有可以淋浴的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卫生间的数量呢 很重要 大家想一想 你说四个人 两个卫生间 还算OK 对吧 平均两个人使用一个卫生间 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到 有些呢 它有五间卧室 但是它也只有两个卫生间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稍微拥挤一点 然后它说 Espacio Salón 这个客厅呢 很大 Internet de audabere 网络的话呢 高速的网络 对吧 Abitación con Yahweh 一个房门呢 是可以锁的 其实这个 我当时去Salamankar住的时候 房门都是不能锁的 其实我前几天还是挺担心的 因为 但是后面和欧洲人住呢 它确实他们 房门都不上锁的 也比较安全 他们相互信任 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 还是挺多的了 不过 如果你真丢了什么东西的话 还是说不清楚 因为毕竟学生都来自全世界各地 对吧 Dos ascensores 有两个电梯 这个无所谓 一个电梯就好了 I Servicios Centrales Servicios Centrales 它想说的就是 这是集中管理的一个服务 那就是说整栋楼 它的那个楼道间的卫生 还有你包括你倒垃圾 它有专门的人来收集等等 这些呢 都是 已经包括在内的 它只要你呢 付这个电费就好了 其他的呢 你不用付 也就是说你最终 你每个月付的 就是200块钱 再加一个每个月的电费 Posibilidad de plaza de garaje garaje caco 就是说如果你有车的话 它也可以租车给你 这个地方 可能你要和这个楼主 房主另外去谈去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房间 整个这个公寓 它的总面积是100平米 它是 Blanda Una Gun Asensur 你看它是一层楼 大家注意一下 西班牙的一层楼 相当于中国的二层楼 它有零层 所以呢 它的一层相当于二层 那这个高度呢 有点矮 因为晚上的时候 你知道西班牙人就是 喜欢夜生活吧 然后可能会有点吵 这个也取决于 你租房在哪条街上 如果你租的那条街 晚上那边有酒吧的话 那么它就会比较嘈杂一点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去看房的时候呢 你就要尤其注意这点 特别是这个一二 在晚上这个区间去看一下 看是不是晚上嘈杂的声音 另外的话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西班牙这边呢 都是晚上来收垃圾 那收垃圾的话 是一个大卡车来收垃圾 一般都是凌晨一点钟 两点钟 如果说 它在这条街上 有离你的房间 窗户比较近的 收垃圾站的话 那可能晚上你会被吵醒 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最少是六个月的租期 如果你是只租三个月的话 你就不用联系它了 也就是说 它这个公寓总共的话 能租给四个人 因为它本身有四个房间嘛 对吧 就是说它现在呢 已经你们有注入了 男生和女生 然后他们是在二三十岁之间 就是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那和年轻人住的时候 大家稍微也注意一下 因为西班牙的年轻人呢 他们晚上喜欢出去泡泡 或者说跳discotheca 晚上回来的会比较晚 当然好处的是 你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是相同年龄段的嘛 对吧 然后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你去看房的时候 最好是在一般的 那些男生女生都会在的 一个时间段去 这样子的话 你也顺便了解一下 就是说你将来和谁 会同住在一个公寓里 这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 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室友 然后他的性格 他的生活习性等等 这些方面 其实很容易影响到你 所以那你最好先认识一下 如果你一看 这个人感觉比较mata 或者说他说话不礼貌 等等 那你要多考虑一下 no se puede fumar 不能够吸烟 no se puede almidermas cotas 就是不能带宠物 galefaction centra galefaction centra 大家我们之前在那个 房间的图片里面看到了 对吧 那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他的中央供暖系统 就是整顿楼 他们都有这个供暖系统 大概是到冬天的时候 他会自动开 但是你可以关掉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中央供暖 他一般都是包括在他的租金里面的 这个呢 有比没有好 因为在Slamanka的话 冬天还是挺冷的 能开的话非常舒服 在外面的话 你穿棉袄 进家的话 你把棉袄脱掉 穿一件薄毛衣就行了 就是很舒服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他说包括了这个 中央供暖 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地方 在Slamanka这个区域 还是挺常见的 如果你到马德里的话 注意 他可能就是用电的暖气 用电的暖气呢 那每个月就耗费很多电 但他这是供养供暖 所以他是免费的 提供在这个价格里面 OK 这里标明了 他找什么人 来租他的房子 男生或者女生 都无所谓 就是不同意 你一间房处 一对人 对吧 就是他配套的 设施有哪些呢 有家具 还有网络 好 我们再来看到这边 房东留言 那可能有些房东 他这里有些房东 就是年龄比较老了 因为你知道 西班牙市的老龄社会 很多时候 建立的就是一个大妈大爷 有时候呢 他的灵活性不是很高 特别是 你如果说外国人 可能不会看email 所以最好的话 就直接打电话过去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说 他们把电话留给你了吗 因为可能西班牙 也不是很好 你就下载一个叫 WhatsApp的software 他相当于中国的微信 西班牙人都是用WhatsApp 这个软件去联系 所以你把他的手机 加到你的联系人里面 然后再通过WhatsApp 去联系他 跟他发短信 问他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他 你问他什么时候 可以看房等等 都可以在这里 跟他联系 好吧 还有一个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Particular 这是私人的 Antoni Particular 说明这个房东呢 他是自己 有这套房子 他自己出租的 如果你在这个 Particular这个位置 你看到这个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的 专业的话 那就是经纪人 那经纪人的话 你通过他找房的话 会容易 但是呢 他肯定会收取你 一部分金额 作为中介费的 所以呢 我们最好是找 Particular 私人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 Salamanka的 一间租房的信息 然后大家也可以 依次去看看 其他的 如果你觉得感兴趣的 这个房间 都可以依照 同样的价格 我们再到 马德里去看一下 因为为什么要 举这几个例子呢 因为 每个房源信息 它的信息都不一样 可能透出来的问题 也不一样 所以呢 我在马德里的话 在这里再选一间房间 跟大家讲一下 同样的 这是马德里的总地图 很大 这些呢 都是一些别墅区 但是它相对于 Salamanka的话 它的人口 很多嘛 所以它的房源很多 那我们要去租房的话呢 一般都是在这个市中心 OK 这里是它市中心的小地图了 就是更详细的地图 这一块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呢 就是A线的地铁 都是在这一块 都是在这里 所以你通过地铁 A线都可以到达的 都是这一块 OK 这个地方是市中心 就是相当于 Gord de Ingres 还有Sor 就在这个地方 太阳光场都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是市政府 反正就这一块吧 是市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 一般都是商业区 稍微稍微贵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萨拉曼卡这个区 看到没有 这个是 它不是萨拉曼卡城 我们刚才谈到萨拉曼卡城 那这是 马德里的萨拉曼卡区 是超贵的 还有 其实这些区都 相对来说比较贵的 如果你想找便宜的话 你可以去这些 但是你可能坐地铁的话 坐比较长的时间 看你的需求了 看你愿意出多少价了 对吧 我们今天选一个 Charmadim吧 是我之前住过的一个地方 好 这个Charmadim呢 它又出来这好几块地方 我们可以去 你看这里有15个房源 找到三个房源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 哪个房源多一点呢 我们再选一下 Gastilla 这个稍微偏北了一点 我们去看这里吧 果然马德里非常贵 对吧 同样是一个小房间 它的价格是萨拉曼卡的双倍 甚至三倍以上 那你这里呢 你填一个具体的数额 就是最大的 比方说500块钱 OK 好的 好 500块钱 那我们就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架吧 就是这个是通过 它窗户看到的一个街景 这个其实它照片照的挺不好的 看来这是厨房挺小的 照片都照的不模 照的挺模糊的 这是它可能要出租的这个 一个小的房间 很小啊 很小 然后这是它的具体位置 然后呢 它是两个房间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看它只有两个人 两个人的好处呢 是是有越少越好 因为做饭的话 厨房会拥挤 上厕所的话 厕所会拥挤 所以这些公用区都会显得比较拥挤 两个人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地方 fianca 它是一个月的fianca 就是一个月的保证金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和他租房的话 那你要付800块钱 第一个月你要付800块钱 400块钱为租金 另外400块钱呢 就是你的 押金 你不租了 他会把押金还给你 这个地方注明一下 你一定要在合同当中 写明 要把这个押金返还的 因为很多西班牙的 怎么说呢 不讲信用的房东 他知道你是五百国人 他可能会欺诈你 不管你的押金 大家在这个情况下 一定要叫警察 而且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证据 这里是 就是非常光照 非常中卒的 对吧 Livre en mayo 这个房间呢 在五月份 他才空位出来 就是说 如果四月份 还在住的人 对吧 然后他的 床的大小是这么大 一间单人床 就是单人床的一个 size 那就讲 他的衣橱 边上有那个柜子 然后还有呢 中心取暖 还有这是他的WiFi 这是客厅 这个地方 你看 除了租房之外 你每个月 还有50欧元的 这种水电费 因为为什么他给你一个固定的价格 是这样子的 西班牙的水电费呢 他当月 他是出来的 他一定是一个月之后出来的 也就是说 你当月底 你收到的是 你前一个月 的那个水电费 比方说 你五月份租进去的话 那你五月底 你收到的 这样一个水电费单 实际上是四月份的 整个水电费 而不是五月份的 所以呢 他反正就是 其实这样也难分嘛 因为你和请多其他人 一起租的话 他这个水电费 你用多少 无论数也说不清 所以呢 房东的话 基本上都是 每个人固定的评分 也就是说 房子的话 和这个 那这个地铁站呢 很近 这个房子呢 和这个地铁站很近 就是说 你实在的 对这个房子 很感兴趣 换这个电话 如果你不太感兴趣的话 你就不用 联系他 是这么说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他是让你通过 WhatsApp 联系他 要告诉他 你是来自哪里 然后呢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呢 他在联系你 我估计这个人呢 他平常要上班 不能接电话 所以呢 他就是说 让你把你的联系方式 留给他 让他来联系你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总的面积呢 100平米 然后你看 他是第五层楼 相当于中国的六层楼 那这个你就不用考虑 这种 街道嘈杂的这种信息了 单人床 这个房子还挺好的呢 就是你有自己的卫生间 不需要和别人共用 然后是两个 两个房间 一个厕所 这一个公用的厕所 然后最少呢 你要带六个月 就是最多 他只允许两个人 因为他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房间 他肯定只能租给两个人 他说现在已经租了 给一个人了 估计是一个妻子 他现在已经出租给一个 一个男的或者一个女的了 不可以吸烟 不允许携带宠物 你看这个地方 他的中 他没有中心供暖 这个都不是用电的 OK 男女都可以 然后呢 他不接受情侣 然后提供家具 有网络连接 酒店 这个都无所谓 都是一些不关紧要的东西 OK 所以在这个房源信息当中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他的fianca 是一个月 他需要交押金的 OK 这里还有其他很好的房源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价格的去 价格去搜索一下好的房源 然后对比一下 就是说 总体来说 住的人呢 不用太多 因为住的人太多的话 就是平常 进行处处来的人 比较吵 然后西班牙的房子呢 他的隔墙呢 并不像中国那么厚的 就是很薄的 就是很容易相互打扰 所以大家是 人是住的越少越好的 好 这是 这是位于马德里的一个租房 我们现在去巴林提亚看一看 这是巴林提亚 因为它在海边 大家看到 这些其实都是巴林提亚 这个城市边上的一些小镇 大家其实就不用去考虑了 大家如果是在大城里面上学的话 就是考虑这个城市中心 城市中心其实也蛮大的 对吧 我当时住的地方就是布塔索特 因为我当时是在瓦伦西亚 住的硕士 然后我的那个硕士呢 它是理科 所以它在布塔索特 这样一个小区 那这个地方呢 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你也可以去市中心这一块 这是市中心 你们看一下 那基本上 所有的这一块呢 是地铁就是 或者它的电车 都很容易到达的一些地方 我们进到这个块区去看一下 OK 价格呢 稍微比马德里便宜一点 但是呢 会比萨拉曼卡贵一点 OK 我们首先看这个房子 看起来还不错吧 这是你的房间 其实房间其实挺大的 但是什么都没有 对吧 就是一个大床 还有书桌 阳光灿烂 还有个阳台 不错 这是餐桌 厨房 看起来房子挺宽敞 非常好 挺新的 这是卫生间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或者我们看这一块 这个更便宜 这个挺好的 这间房子我觉得挺干净的 如果我选的话 我肯定应该选这个 那这个房子呢 它是250块钱 然后住的都是 女生 非常好 不允许吸烟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是他要住的房间 就是一个小房间 鞋子台 还有床 没了 好 我们看一下 他的这个说明 阿比较的Familia Familia是家人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房东呢 可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对待人 是很客气吧 阿比较的人 但人间 这个extérieur也相当于 就是说 你这个房间呢 它是可以看到外景的 因为有些西班牙的房间 它是对内的 也就是说 它的没有窗户 这是对外的 有窗户 当然了 阳光和空气都会好很多 自然光线充足 你这个房间呢 有他自己的一个小阳台 刚刚我们看到的阳台 大的写字桌 就是只住给女生 学生 或者其他的工作 单身的 而且要是西班牙人 或者外国人 这不白说吗 就是说 你至少呢 要住到六月底 就是非常重要 不能够抽烟 有电梯 就是你要充分的注意 这个楼梯 整凳楼 他居民的一个 相互遵守的 这样一个条约 就是说 不要在楼道里面 大声喧哗等等 这些基本的规则了 然后他找的人呢 最好是那种 安静心的 就是喜欢整理的 然后呢 是这个房间呢 它和大学比较近 离地铁也比较近 150米 它和那个电车 也比较近 加付力呢 就有超市 你这个水电费呢 你要另外租 出50欧元一个月 就是每个月固定 这个50块钱呢 它包括水电 煤气费 物业费等等 它都包括在内了 先条约 还有呢 需要一个押金 押金的话 是250欧元 然后呢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后面都是一串数据 就是他这个电话号码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整个那个公寓的 信息 100平米 那这个呢 它是位于一层 那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你去的时候呢 你最好去在一个 下午是吗 六七点钟 或者七八点钟去的 因为为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呢 街道上的车人都比较多 你要在那个房间里面 去撤一下 他的房间是不是很嘈杂 然后干嘛 你得不得了单人间 特别是他说了 你这个房间 它是有一个小阳台 所以它是靠外的 那所以你这个安静程度 你一定要去测试一下 那有三间 三间 卧室 一个卫生间 至少呢 你要待两个月 整个房间可以住三个人 那现在呢 就可能住了 一两个女孩子 她们都挺年轻的 18岁到35岁之间 然后不可以抽烟 不可以有宠物 她找的是女生 Nosipidine Baleha 就不接受情侣 学生 然后她找的是学生 但是她前面有说了 可以允许其他的工作 然后呢 再看到 有家具 还有网络 衣柜 其他没有啊 然后这个房东叫 Robo 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这个 怎么样通过网络 在西班牙找房 那我最近大家 一定要在西班牙之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 住在 你可能住在语言学校期间呢 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去找房 为什么呢 很重要 因为首先第一 你要联系那个房东 最好是在西班牙那边 对吧 第二呢 你要去看房 嗯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 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好的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来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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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